整整六天彻夜无眠 还能一股作气击杀敌军 这不是影视桥段 而是解放军的真实故事 二战结束之后 英国失去对印度的管辖权 印度独立经济飞速发展 这也让印度人陷入迷之自信 尤其是印度当时的领导人尼赫鲁 他觉得自己的贡献直追圣雄甘地 可要想超越他 必须还得做些什么 思来想去 尼赫鲁决定开疆拓土 在国际上打出了自己的地位 为国家做贡献 这个想法是好 但他却错误地把矛头指向了邻居中国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 印度方面为了第一时间击溃中国的战斗力 在边境东段部署了1.6万余人兵力 在西段 印军部署一个旅部 六个步兵营 一个机枪营及若干配属分队 共5600余人 他们觉得这支王者之师 势必会势如破竹 给中国军民惨重的教训 可实际情况是 我军仅仅认为 这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冲 我军参战仅有八个步兵团 五个边防连 外加三个炮兵团 一个工兵团 参战人数不过四五万人而已 甚至都没有派遣空军海军参战 这种程度的作战 与抗美援朝和队越自卫反击战相比 简直如同国家家一样 最后不负众望 我军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战斗胜利 印度之所以会产生袭击成功的错觉 是因为他仍然觉得我军的战斗力 依然处在1942年 同国军一起接受英美国家的军事训练的时候 压根不知道彼时的中国已经改天换地 中印战争是战争吗 对印度来说是坚固的战争 而对我军来说更像是一场演习 在开战之前 毛鲁锡研究过中印实力问题 担心我军是否能战胜印度方面 经过讨论 中共中央决定让西藏军区参加作战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任总指挥抵御东段袭击 新疆边防军副军长何家产任指挥协助作战 负责西线的敌军 这两位指挥官全是经验丰富的老战士 在这两位战神的领导下 我军给印度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印度方面总参谋长是考尔中将 完全是个关系红 压根就没有打过仗 说他是印度赵阔都侮辱了赵阔 在他的英明指挥下 印军部署前仲后卿 侧翼暴露 张国华司令员找到这个突破点 采取两翼开刀 侧后迂回 分割包围和逐个歼灭的战术 迅速强占有力地形 张国华还派出三支部队 配合主力部队的火力输出 把我军优势逐渐拉倒 印度方面也不至于全是废物 他们预测 我军只有一条进攻路线 即喜马拉雅山东段 这是中印唯一的通山古道 在这里他们做好埋伏 就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路 我军也料到这一点 在藏民的指引下 巧妙地另辟袭径 来到一条小路 即贝利小道 虽然这条道路非常崎岖蜿蜿 但解放军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愿意试这个苦 想要打敌人可措手不及 就要出其不意 解放军苦思冥想 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对策 中印战争 我军足足一万人 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打入敌军后方 这不是魔法 是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 战术决策的力量 除了主力西党军区的战士 身先士卒 新疆方面军作战 也是英勇骨感 不畏险阻 高山缺氧 严寒气候 完全没有阻碍 他们强大的意志力 他们直接对印度据点进行强攻 最终全坚守军 气势如虹的人民解放军 甚至把印度65旅 吓得直接退出阵地 不战而退 印度最强的第48旅 也在四天之内 被中国的三战三截 打得落花流水 由此四支参战的 印度主力部队全部溃败 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 在当时那种盛况下 国军好像下一步 就会一鼓作气 攻占印度首都新德里 新德里的印度民众 也陷入恐慌 害怕中国的报复 阿萨姆帮直接付出行动 疏散群众 烧毁30万磅印度钞票 下一步就准备 炸毁自来水厂和电厂 事态相当严重 印度政府在全国播放国歌 目的是稳定国民的害怕情绪 可在那种情况下 俨然变成了亡国的前奏 印度总理尼赫鲁 这一刻不再逞强 撕开了自己 伪强印的面具 紧急求助美国方面 他知道 这次玩过火了 美国方面紧急 抽动航母编队支援 眼看一场更大的战争 就要爆发 中国政府下达命令 1962年11月21日起 中国部队 会在中印边境停火 12月1日 我军将驻守到 边境外20公里的地方 我军派遣部队作战 只是保卫 而不是占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这是我国的原则 在这次四位反击战中 中国边防部队 在党中央 中央军委的 英明领导和指挥下 仅仅依靠边疆 各族人民群众 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同仇抵抗 英勇战斗 以较小的代价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驱逐了入侵的印军 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打出了中国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